欢迎大家回来 使徒保罗说 我心却与你们同在 我看见你们循规道举 这就是当我第一次读 在几年前 我无法明白保罗说的 因为他说 心与你们同在 他写信给在远方的人 然后说 我在灵里看见你们 看见你们循规道举 现在我明白了 我看见大家聚在一起 来聚会 每一次上网 我在灵里看见 Amen 看见你们的回应 就算现在还没办法 有实体的聚会 真正的到教会来 还是能在灵里看见 要记住神的儿女 你不只是有体的生物 Amen 神预定了 当你重生后 你会有灵而活 你会行在灵里 因此 当你在灵里看见了 各位 你能看见 自然界所看不到的 事实上 圣经说 因为 所见的是战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告诉你 有些时候 我甚至在灵里回应 Amen 我所分享的话语 我看见突破 我看见释放 有时候 是在服事前的祷告里 我会看见灵里发生的事 许多时候 我在讲道时会看见 所以我看见你 为你的稳定赞美神 我为你的渴慕 感谢神 你想要更多得着 Amen 圣经说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 神和我们主耶稣 恩惠 希伯来文 小龙 希腊文 Irene 多多地加给你们 我们说过了 希伯来文 小龙 不只是心灵平静 也是健全 是健全 在你的每个部分 包括了身体 Amen 这是小龙的意思 神应许 不配得的恩宠 会多多增加 小龙 平安和健全 也会多多增加 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 这里的认识 希腊原文 意思是精准 全面的了解 不是部分了解 是全面认识 当我们越认识 主耶稣基督 越来越多了解 恩典和平安 也会增多赞美主 您神的话兴奋吗 我知道你是 你已经准备好 要领受更多 就像马大 他有许多忧虑和担心 因为他不专注于话语 今天也有人 他们也不注意神的话 没有注重神的话 没有花时间 坐在耶稣脚边 领受话语 另一边的玛利亚 再看一次这个故事 因为这是我想分享的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 名叫马大 接她到自己家里 她有一个妹子 名叫玛利亚 在耶稣脚前坐着 说坐着 是安息的姿势 在耶稣脚前坐着 听她的道 她不只是听 而且坐下了安息 然后听神的话 马大 伺候的事多 心里忙乱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 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 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 已经选择那 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我有一个任务 我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主要向你写明 更多关于应许之地的事 给你和你的家人 也就是安歇之地 Amen 今天的基督徒 你的应许之地 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安歇之地 神要我们进入安息 其实圣经说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 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 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像旷野中的以色列人 圣经说 因为有福音 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所以神说 别像那些 不信的人一样 我们务必竭力 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 学那不信从的样子 跌倒了 也就是说 不信的反面 并不是信心 就这边看 其实是安息 因为安息 其实是信心的姿态 赞美主 当你安息时 其实是在信靠神 主对我说 要跟你说 他要医治你的一个病 在接下来的日子 他要使医治 在你生命中彰显 什么医治 不是身体上的疾病 或是病痛 其实是匆忙 匆忙的病 匆忙的病 神要医治你 你知道我们 我们不该匆忙 因为匆忙不是信心 Amen 我们的社会 已经 你知道 已经视这样的文化为寻常 就是忙碌和匆忙 我们以为 这是荣耀与成功的勋章 要大家看到 我们很忙 这文化 让我们以为 忙碌就代表成功 但我告诉你 若主容许事情发生 都有其原因 他要我们有所学习 而我认为 他要我们做的 就是放慢脚步 Amen 慢下来 开始生活 得救的生命 会真正是你的 A型人格特质 积极成就事情 总是要拿第一 你必须一直保持成功之类的 神知道 神知道 我们的工作 不能有懒惰的态度 他要我们结果子 但请记得 耶稣说 当你在他里面 就会结果子 只有当你与他连结 才会结果子 顺序就是 你会结果子 更多果子 更多果子 这适用于基督徒生活 也适用于你的工作 适用于生命中 你要完成的任务 不管做什么 Amen 如果你想要结果子 你想要婚姻结果子 你想要教养上面 结好果子 在孩子身上 不管哪个部分 你想要丰收 神说 首先就是 耶稣说 在我里面 好 注意 在里面的相反是 跑来跑去 匆匆忙忙 努力做到这 成就那个 好像一直在比赛里 若是老鼠赛跑 你可能第一名 但是朋友们 我们要慢下来 开始生活 慢下来 开始生活 为了神的荣耀 Amen 这里的马大 就是马大 各位 家里来了贵宾 就是主耶稣基督 成为肉身的神 Amen 创造天地的造物主 他忙着 为他准备食物 结果不高兴了 对吗 他生 他生 他生妹妹的气 同时 他没直接跟妹妹说 反而责怪主 我的妹子 留下我一个人 伺候 你不在意吗 当我们有压力时 也会这样 匆匆忙忙 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人会帮忙 我都要自己做 也许 你在做神 没护照你做的事 也许他在说 孩子放下吧 你看 我能用五饼二鱼 喂饱 喂饱五千人 我知道 我知道 喂饱这事 你不需要担心 怎么给我吃 坐在我脚边 让我喂饱你 让我服侍你 让我祝福你 领受吧 也许 这是神要你做的 好让你脱离那压力 每当我们感到压力 代表了我们 不在平安的路上 要记得 当主带领你 必定会用平安来带领 Amen 圣经说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 蒙引导 注意引导 有啊 平安引导 只要你觉得不安 或是很 很焦躁 但你觉得 很有 很有压力 你就知道 没受圣灵引导 Amen 你不在 不在 他为你预备 那平安的路上 神总会用平安 来引导 那平安 是耶稣在 最后一碗的 礼物 在订十价前 主耶稣 在马可楼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神在说 这世界也有一种平安 耶稣的平安 是你在试炼中 仍能享受的 在疫情期间也可以 你能享受平安 要记得 平安不只是心灵平安 也是健全 健康 Amen 而Shalom 在希伯来文 也有丰盛 完美的意思 Amen 非常 非常丰富 是全都 南瓜的字 Shalom 当我们看 耶稣 在马可楼 当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是用亚兰文 或希伯来文 他这样说 Shalom 我的平安 我的完全 我的健康 各位 门徒从未看过 耶稣生病 没看过他 慌张 没看过他 匆忙 其实 希伯来文的 匆忙原文 是这个字 呼许 听起来就感觉很敢 呼许 呼许 这是希伯来文的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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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说 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耶稣说 我的平安 他们没见过他 着急 他们没见过他 没见过他 慌张 他总有时间 看每个人 各位 他按着恩典的频率行 有充足时间 请注意 耶稣 你知道 他许多的答案 或是信息 都是在我们 认定 没有预备下产生 当然 我们知道主是跟着圣灵走 我们仔细读 他听到某人说了什么 然后他会有些 有些回应 然后就变成教导 或是他找到某人 比方说 撒该 爬到树上 那在计划之外 但是 当然 我们也可说是 计划好的 是神引导撒该 但我的意思 是一般情况 就像我们每个人 我们都会遇到不同情况 可能 没准备 没预备好 但是 神要我们 停下脚步 别着急 和 站在我们面前的人 交流 Amen 享受 当下 圣经说 看啊 现在正是 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 拯救的日子 这些是 引用了旧约 而西伯来 原文字面 意思就是 现在 是 Razon 时刻 什么是 Razon 时刻 希腊文会是 现在是 Dektos 时刻 也就是 神的恩宠 丰盛的 时刻 在什么时候 不是 为其一年 不是 为其一季 是 现在 如果我们活在 未来 我说 活在未来 许多时候 我们忙着 完成 未来的事 要达到 自己设定的 未来目标 或是 想等 某个活动 圣诞节 或是 农历新年 还是其他节日 就会开心 就可 就可 庆祝 不是的 你在 你在过程中 就可以庆祝 在达到目标前 也可庆祝 享受这旅程 耶稣 享受 祂的旅程 耶稣 花时间 和萨盖一起 他会说 比方说 这些都没事先预备 以自然角度 没事先预备 他看见萨盖 因为萨盖 爬到树上 来看他 而他停下来 对萨盖说 萨盖快下来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其实 这是唯一一次 耶稣叫人快 他总是要你冷静 Amen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唯一一次 他说 快一点 Amen 快一点 是要人得救 萨盖在树上 他是这样说的 耶稣对萨盖说 萨盖 快下来 今天 我必住在你家里 为什么 快一点 得救 Amen 萨盖快一点 来领受我赐的救恩 萨盖就领受了 赞美主 各位朋友 当耶稣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他在送礼物 第一个赐 跟下一句 我所赐的当中的赐 不一样 第二个赐 希腊文就是 给 但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你的责任 你该做的 各位 我们在生命中 守护很多 守护你的 你的健康 对吗 所以我们会去运动 会注意饮食等等 我们守护家庭 守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守护很多 但重点是 朋友们 主在告诉我们 你守护这一点 就是我要你做的 其他都守护住了 是什么 你的心 一生的果效 从心发出 不是死亡 保守你的心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每一天都有事情 来烦扰我们的心 有些事会搅扰我们 例如万一假如 可能那些活在过去的 会这样说 如果 如果这是发生的话 如果我有那个机会 如果我生在这个家庭 如果这 如果那 都是过去 你不能改变过去 或是你 你担心未来 在过去的 通常是后悔 对吗 看未来的 就是担心和焦虑 他们会说两个字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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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我感染了病毒 万一 身体不舒服 比我想得严重 万一 万一 你活在今天 却在担心未来 主应许我们 要赐我们 每日每日饮食 他没说过 要给我们 我们一个月的粮 只有 恩典 只有供应 只有恩宠 只有供给 都是 都是 一天份的 他要我们 活在当下 现在 是最棒的时刻 当你活在当下 而不是 活在未来 没有恩宠 没有 没有恩惠 因为现在是 月纳的时候 现在是什么 严重的时刻 是充满恩典的 若你因恐惧 活在未来 就得不到恩典 不管你在哪方面 担心或忧虑 主今天要你 活在当下 Amen 与他一起 Amen 现在是 月纳的时候 Amen Dektos 时刻 恩典的时刻 Amen 不是在未来 不是为 未来担忧 或因过去 后悔 Amen 你用过去 浪费你的现在 各位 我记得 我 我 我以为 有了大女儿 杰宁 她出生了 我第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 每天晚上都在哭 所以我 培养了晚睡的习惯 我会读书到很晚 因为我知道 孩子会哭 我让丽玲休息 由我来照顾孩子 喂奶等等 结果就变成了习惯 我会研究到很晚 到凌晨时间 变成习惯 我之前想过 到底会维持多久 我不是 我不是 很享受 我爱孩子 但并不享受 每天晚上要起床 我 现在想 一切都太快了 我看着她 她已经成年了 哈雷路亚 各位 她是美丽的女孩 年轻的女子 我心里想 那些年哪里去了 真希望时光倒流 我知道许多人 也有同样感觉 Amen 要享受每个时刻 因为时间很快就消失了 Amen 就算半夜起来 也是一种特权 我这么对主说 而主等到多年之后 在儿子出生前 这一次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享受每一刻 每一次她醒来 我就只是 甚至听到哭声 都很高兴 真的 我 我觉得真是悦耳 听到她的哭声 我 我 会抱着她走动 当成一种特权 因为我记得 当我 当我跟神求 另一个孩子时 我抱着枕头 在房间里面 边走边唱歌 边走边唱歌 Guide me all Thou great Jehovah Pilgrim through this barren land 儿子从小就知道这首歌 他知道 我会唱 Guide me through the barren 他会接 Land 你要知道 这是信心的行动 相信神会给孩子 因为我知道 我想珍惜他们童年的每一刻 现在呢 儿子已经九岁了 前几天试着抱他 但已经抱不了太久 因为他长得又高 呃 又壮 所以 我必须放下他 但 朋友们 也许你在这阶段 你的孩子 年纪还小 Amen 珍惜你有的每一刻 明白吗 要活在当下 在当下 爱他们 别担心未来 未来有神看顾 我享受神 现在祝福我的 我可以服侍那些有 成年孩子的 因为我有女儿 我非常爱他 然后有年幼的 就是儿子 我都能了解 我想祝福 我有成年的孩子 和年幼的孩子 让我可以记得 还可以帮助我的 呃 我的会友 赞美主 好 重点是 在婚姻生活中 我们享受着当下 我们不会说 哇 老夫老妻了 年纪都不小了 不会这样说 我们就是珍惜所拥有的 我们还不到那年纪 就不要一直想 各位 有些人 他们喜欢说 呃 你几岁了 他们会用虚岁 当成年龄 朋友 为何要 要如此 享受你现在有的 你还没到 Amen 享受 呃 今年 享受 呃 现在 赞美主 在末后的日子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快速 呃 我们需要把握现在 Amen 呃 安息在现在 别着急 Amen 看神当下要对你说什么 赞美主 你会说 如果我不敢 呃呃呃呃 公车就跑了 我就错过 等在前面的成功 我会错过很多 朋友们 你可知道 就是因为你在赶 所以才导致你未来的失败 许多时候 你会发现 神的百姓 他们连结 哦 突然间你发现 就连他们的生意 赚得更多利润 就在安息时 在服侍上 当我安息 再回来 赞美主 充满 充满神的话 我想 我想花时间 分享神的话 我想花时间 服侍教会的人 如果我被 我被剥夺 没什么可提供的朋友 哦 你不想看到 我缺乏的样子 朋友们 不要一直赶 一直忙 像马大一样 好吗 他的情况很糟 他对主说 你不在意吗 为什么 因为马大分心了 注意 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当你看四十一节 耶稣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请看思虑和烦扰 思虑 希腊文是 Marenao Marenao Marenao这个字 来自于 Meres 意思是部分 之后耶稣说 玛利亚选了 上好的 Meres 部分 但Marenao意思是 被分散成很多份 也就是 被 被 很多 很多部分吸引 分心了 明白吗 也就是说 忧虑 根据的是 你已经 分心了 你被拉往 不同方向 字面上 Marenao这个字 希腊文 Meres 是部分 Marenao意思是 分散多个部分 意思是 你被拉往四面八方 现在 你分心了 所以你没耐心 我发现 我很难 温和表达 很难有耐心 如果 我赶时间的话 或我认为 我必须 我必须完成 某项任务 儿子来找我 我没办法 很有耐心 或是 太太说了什么 有时候 漫不经心 但你知道 我会跟她说 抱歉 我在想别的事 之类的 我们都有过吧 如果 我们都能 活在当下 不要 着急 其实 这里的着急 烦扰 就像刚说过的 后续 我要给大家 看圣经 在 彼得前书 二章六节 因为 经上说 看哪 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 房角石 安放在 西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 必不至于 羞愧 注意到吗 那一句 必不至 信靠耶稣的人 必不至于 羞愧 请看这段经文 这是引用了 旧约经文 旧约圣经 是这样说的 以赛亚书 二十八章 所以主耶和华 如此说 看哪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 房角石 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很有趣吧 在新约 圣灵翻译为 信靠他的人 同一段 引用 以赛亚书 二十八章 同样的经文 这里说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而 以赛亚书 二十八章说 信靠的人 必不着急 为什么呢 为何不同 还有一点 这里的着急 原文就是 呼吸 是啊 撞声词 呼吸 就是匆忙 呼吸 像是一阵急风 吹过呼啸过 呼吸 我们 我们就像这样 所以圣经说 若你相信主耶稣 Amen 就不需要 不需要着急 不需要匆匆忙忙 因为在新约里 说到了 把两段经文 放在一起 圣灵在教导我们 Amen 这是他要分享的秘诀 就是那些 相信主耶稣的 他们不至于羞愧 为什么 因为他们 不会 不会着急 他们不是匆忙的人 他们不会 操劳过度 忙碌 真的 让我们非常忙碌的东西 就是手机 我们手中有这个现代产物 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 我认为 无法用手术 把它移除 需要一直不停看 一直不停看 所以大家不再默想 真的非常有趣 默想 这个字 英文也是反除 反除某样东西 大卫说 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 Amen 当你默想神的话 Amen 神的火燃烧 所以我喜欢 我喜欢带着火热的心 传讲 神向我写明的 Amen 许多时候 为了你们 神向我写明 我的心就火热 然后就来点着你 赞美主 烧尽所有 忧虑 慌张 焦虑症 用永生神的话语 烧尽 哈雷路亚 好 信靠的人 必不 必不着急 着急的人 就会羞愧 羞愧正在等着你 你会很丢脸 就是有行不通的 Amen 失败在你面前 字面就这意思 圣经告诉你 只要你着急 就会有羞愧 只要你不着急 你是相信主的人 你不着急 Amen 你就不会羞愧 也就是说 前面等着你的 会让你微笑 喜乐 高兴 Amen 得胜 成功 在你面前 因为你不会 不会羞愧 Amen 但我们说 我们相信神 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我们是 安息之人 主唯一告诉我们 要做的 在马可楼 耶稣说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我已将 安息赐给你 将我的 Shalom 赐给你 而现在 你该做的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要守住 守住了 就守住了健康 守住了 就守住了家庭 守住了 就守住了 工作或职位 守住了 就守住了 未来 守住了 就守住了自己 哈雷路亚 保守这点 胜过一切 别试着 守住外在的东西 那些外表的东西 你就是 被拉往四面八方 只要守住一样 你的心 因为 因为 心发出的是 一生的果效 不是死亡 Amen 我记得 曾经读过这故事 有一个人 每次送儿子上学时 他总会找 总会找 最短的路 因为是 巅峰时间 有很多车子 他总是想要 你知道 就算是小缝隙 都要钻进去 努力赶时间 就连不赶时间 没什么事要做 像现在这样 有很多的人 你们是在家工作 还是习惯 开快车 对吗 或者 或者在红绿灯 在路口 他们会找 最少车的车道 这会有差别吗 只会省下几秒钟而已 你知道吗 这是种心态 我记得 压力之父 就是发现压力的人 那医生 谢耶医生 当他发现这个 其实他是心脏科医师 他注意到那些 来看诊的病人 许多时候 那些椅子 他必须把那些椅子 护士会跟他说 好了 又到了送修椅子的时候了 因为椅子的边缘 诊所椅子的边缘 就是那些病患 坐的椅子 在他前面的椅子边缘 都磨损 而且磨损速度很快 每隔几个月 就需要修缮 谢耶医生 汉斯谢耶医生 他开始说 我想这值得注意 这些人有压力 这些人有心脏问题 但同时都坐在椅子边缘 每一次他们来 都坐在边缘 他注意到了 他看向窗外 看着所有病人的车子 他发现 每一部 每一部车 都是车头 车头朝外 头朝外 头朝外 每部都是车头朝外 可以快速离开 他发现 很少车头朝内的 他注意到 病人都是 匆匆忙忙 匆匆忙忙 匆匆忙忙的 他注意到 他称之为 所谓的 A型人格特质 A型人格特质的 就是那些震动世界的人 总是匆匆忙忙 这样的人 很多事业 都很成功 但代价呢 各位 他说明 A型人格特质的人 比较容易 有心脏问题 刚刚我提到的 那个父亲 总是匆匆忙忙的 最后被诊断出 有心脏的问题 才过了几年 他死了 就过世了 朋友 慢下来 慢下来生活 因为你省下的时间 可能会使你丧命 Amen 慢下来 慢下来生活 赞美主 赞美主 哈雷路亚 再回到 马大和玛利亚 耶稣说 马大 马大 你为 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Maren O 意思是被拉往四面八方 好 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烦扰的原文是 Torobazo OK Torobazo 这个字很有趣 这个字 Torobazo 是烦扰 是动词 但其实是出自 Torobos Torobos的意思 其实是 Torobos 就是烦扰 一词的出处 其实代表了暴动 暴民一群人 正在 正在吵闹滋事 而且是在公开场合 制造骚动 暴动 非常非常非常吵闹 这就是Torobos 这个字的图像 烦扰就是出自于这个字 把两者放在一起 意思是 马大的脑中 充满烦扰 有很多杂音 脑中有很多声音 说你看 你该做这个 你还没做那个 你还没做这个 你还没做这个 你必须做好 快快快快 快做快做 好多噪音 脑中有好多声音 好多方向 他被拉来拉去 烦扰 这就是烦扰的定义 然后啊 Torobos是 噪音 像一群人 有很多 想法 一群人 在你脑中 制造各种声音 所以耶稣才会说 一样 只要专注一样事 当你发现 自己内里忙碌 我说的不是 外在的忙碌 主并没有指责 马大 说他外在忙碌 而是他内心烦扰 Maren O 担忧 内在被拉向四面八方 各位 你看他 可能觉得 他是个大忙人 很成功的人 Aman 非常负责任 Aman 根据一般看法 他条件不错 对吗 但对主来说 他在乎你的内心 因为朋友 善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善 内在就发出 外在 善来 恶人 从他心里 所存的恶 就发出 恶来 善人 从他心里 所存的善 就发出 善来 Aman 所以 你看到 马大 他被拉往四面八方 对吗 就是忧虑 心里有许多思虑 非常多杂音出现 同样的字 繁扰 OK 四面八方 耶稣在讲到末世 用的就是同样的字 好 我们正看到许多末世 征兆发生 对吗 在人的眼镜里 没比得上 我们这一代的 我们有先进的 科技 电脑 耶稣提到 他再来之前 会有瘟疫 有一些人说 这些都是主 让他发生的 为要 为要迎接 耶稣再来 不 并不是 他只说 这些是征兆 并不是他的作为 这些是征兆 当这些发生 就只是开始 Aman 意思就是 魔鬼知道 他时间不多 都记录在 启示录中 魔鬼知道 时日不多 他很生气 他知道 耶稣再来 他让战争 发生 战争的传言 和瘟疫 灾病 还有地震 严重的地震 不是神做的 是魔鬼做的 注意耶稣怎么说 你看这些征兆 我们正活在 其中的一个 就是耶稣所说的 瘟疫 耶稣用复数 许多瘟疫 不止一个瘟疫 有许多 看耶稣怎么说 马太福音 24章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这里的惊慌 就是 就是 烦扰的意思 它用来形容 马大的 Torobazo的字根 Amen 同一个字 烦扰 来自Torobos 比如 暴动 躁动 一群人 大吼 大叫 同一个字 同样的字根 它在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觉得惊慌 因为这个新闻 那个新闻 这个新闻 那个新闻 今天我们接触太多了 各位 有各样的 各样的新闻媒体 在轰炸 各样的产品 在接收 我们不断在听 被拉往四面八方 为很多事情 烦扰 而耶稣说 你需要在意的 只有一样 就是 你 不要 惊慌 就算有许多征兆 有一件事 我相信在末世 应该大大传讲的 就是 各位 我们不该讲 忧郁低沉的话 像是恐惧 主耶稣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尽了 那救赎是什么 耶稣对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说话 你身体的救赎 你将会永远强壮 永远年轻 永远貌美 赞美主 永远年轻 Amen 你永不会死 多久呢 永远 永远还挺长的朋友 他在说挺身昂首 Amen 但是希望向前看 你们得熟的日子尽了 当你看着一个又一个征兆 Amen 在你眼前和全世界发生 你就知道你离身体的救赎更近了 哈雷路亚 你会看见耶稣为你来 你的身体会开始转变成 他荣耀的身体 你会变好看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会变好看 好 再等一等 你会变好看 赞美主 我会变好看 哈雷路亚 再忍耐一下 我会变好看 赞美主 身体的救赎尽尽了 是的朋友 赞美主 耶稣说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 玛瑞纳奥烦扰 但是只有一件 说只有一件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马大为许多事烦扰 为什么 因为少做一件事 而玛利亚做了什么 不只听耶稣说 还坐下 好 我指的不只是身体的休息 就这句话 就这句话来看 是 许多时候确实要身体休息 我们需要休息的时间 就连神也会休息 不是因为累了 是要有休息的姿态 代表工作完成 哈雷路亚 他便休息 若不休息 总是匆忙 就是不相信神 但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 在未完成前就休息呢 所以你需要读 希伯来书四章 圣经说 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然后又说 其实造物之功 从创世以来 已经成全了 他叫大家安息 在神的经济学中 在神脑中 在神的真实中 是超越其他的一切 所有的工作 为了供应 为了完全 为我们的生命 都已经完成 对神来说 都已经完成 所以神也成就一切 然后神要我们 从完成的功开始 Amen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既然接受了 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而行 你在祂里面完整了 就当行在祂里面 Amen 你在祂里面完整了 行走吧 也就是说 神立下牌子完成 你是运动员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终点 神做了什么 跟世界不同 他拿着终点牌 放在起跑点 又跟你说 你到了 终点了 你不需要再做 我儿也为你成就 你从它完成的开始 你开始活出完全 所以许多时候 我们行在 行在灵里 努力靠圣灵行 最后却在肉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在 完全的根基上 我们努力成为 努力成为 神说我们已经是的 我们努力要做 十字架上 以成就的 我们努力完成 神在十字架上 所宣告成了的事 我们努力想要打败 已经失败的仇敌 只是努力胜过的 这行为 就是不信 大家明白吗 朋友们 让我告诉你 就连努力 努力亲近神 都不是神要的 你已经亲近 你不可能再更靠近 你已经在基督里 在天父右边 与基督同坐 不管他做了什么 就是你做了 不只为你做 是当成你做 你现在与 基督同坐 就在天父身边 当我祷告时 过去曾经有些时候 在神向我写明之前 我的祷告像是神高高在上 我很卑微 我会说天父 然后觉得 我不觉得 他会听我的祷告 我说父神 请听我祷告神啊 天父 我已经走投无路 需要神回应我的祷告 我越是这样祷告 看起来 他离我更远 直到有一天明白 主向我写明 你努力要靠近我 你已经到了 在我的右边 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现在 我只需要转向他说 天父 我非常清楚 我已经靠近他 Amen Amen 神完成了工作 然后说 从我成就的开始 Amen 从我完成的开始 好的 我们不必求得胜 我们在胜利中祷告 Amen 同样的 就算是医治 我们要知道 不是努力要得医治 我知道你疼痛难耐 知道医生的诊断 X光片 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 但神在说 不管你看到什么 这些都不是神所看见的真实 那已成就的 神正将已成就的 带到这里 就是你所在的地方 神在说 你已得医治 神在说 也就是说 你祷告 感谢神 你已得医治 那些想得医治的 总发现在挣扎着 要得医治 那些 祷告自己 因耶稣的鞭伤 已经得医治的 发现医治彰显 可能是一小时后 可能是隔天 可能是下周 也可能是下个月 但就是会发生 但你的姿态 在神面前 你要努力的 你现在应该努力的 就是进入 他已成就的工作中 而你说天父 我不努力打败仇敌 懂吗 昨晚 你可能说 主啊 昨晚 我觉得神要我说的 有一些人 有这个挣扎 你知道 晚上做噩梦 你睡不好 你会说 主啊 我做了噩梦 看起来像 各位 鼠灵征战 鼠灵征战 是真实的 魔鬼攻击你的方法之一 就是用 忧虑 烦扰的思绪 杂音 你知道 还有慌张的灵 他来攻击你 特别是你休息的时候 你知道睡觉代表的意思 对吗 就是在安息 魔鬼在这时攻击你 我要请你看圣经 出埃及记十七章 好 亚马利人来在 利菲定和以色列人 征战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为我们选出人来 出去和亚马利人征战 明天我手里 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不知道 你对这故事熟不熟 我很快地分享一下 你知道 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 在出埃及记时 他们穿过红海 到了另外一边 这是第一战 所以非常重要 是以色列人面对的第一战 这告诉我们 这是魔鬼第一个要做的 还有亚马利这个字 这是第一次 你看到亚马利人攻击 各位 接下来几年还有非常多战役 在旧约里面 以色帖的故事中 也是亚马利人的后代 这告诉我们 第一战的重要性 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一战 亚马利人的第一战 发生在立非定 这个地方 圣经每个细节都重要 连名字也有意义 立非定意思是安息的地方 当你安息时 当你休息时 听好了朋友 是在你安息时 魔鬼不会让你安息 一刻 一刻都不会 他不能 一刻都不能让你停下来 因为只要安息了 就能结出果子 更多 更多的果子 当你在安息状态 就等于充满 充满信心 Amen 你知道你不会羞愧 魔鬼也知道 魔鬼知道 当你安息时 就像在应血之地 一切都流向你 充满了奶与蜜 你会满有恩宠 因为现在 现在是安息之处 不是未来 不是 不是后悔过去 现在 是满有恩宠之时 好的 一起来看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我们 与神同工的 也劝你们 不可屠受 他的恩典 好 保罗想要说的是 人为什么没领受 神的恩典 也就是说 他们领受了 但却没效果 没得到好处 为什么 因为没活在当下 圣经又说 因为他说 在月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这是出自旧约的经文 在拯救的日子 我搭救了你 看哪 现在 正是月纳的时候 现在 正是 拯救的日子 现在 是月纳的时候 看哪 现在 正是拯救的日子 在希伯来文 就是原始出处 在旧约里 有耶稣的名字 明白吗 正是月纳的时候 这里的月纳 原文是 Dektos 时候则是 Kairos 当时 耶稣在家乡传道 他翻开了 以赛亚书 他说 报告神 月纳人的西年 神月纳人的西年 是Dektos 是神恩典 丰盛的 丰盛的一年 泰尔这么说 是希腊文学者 耶稣引用了旧约圣经 在新约是用希腊文写 就是Dektos Dektos的一年 就正是 正是当下 只要活在当下 就能享受 这样 才不会徒受他的恩典 明白吗 所以 Dektos 就是月纳的意思 而时候一词 原文是Kairos Kairos 指的是时节 你研究Kairos 指的是恩宠的时节 指的是好机会的时节 希腊文的 时候 有另一个字 就是Kronos Kronos 就像顺序 年表 Kronos Kronos 就是时刻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自然的时刻 时间 时间 但是Kairos 不只是时间 而是特定时节 好机会的时节 恩宠的时节 就像Dektos Amen 就像好事发生的时节 就是一段时间 Kairos 是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 有很多日子 有好机会 和祝福 那个时节 和Dektos 年 被放在 当下 现在 是月纳的时候 现在 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 是拯救的时刻 这说明什么 意思是 我们不活在当下 就没恩宠 就没帮助 就没祝福 若不活在当下 不管是在过去 就是活在 对过去的懊悔 总是往回看 总是抱怨着 已经发生的 或是希望会发生的 Amen 后悔着 因别人犯的错 Amen 只要活在过去 就没有恩宠 或你担心未来 因未来烦扰 因未来忧虑 也没有恩宠 因为你在浪费 你的当下 享受现在 活在当下 因为当下 才有恩宠 现在 才有丰富的好机会 现在 才有神 丰富的恩典 哈雷路亚 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今日 许多时候 我们引用这经文 来讲救恩 你可以 可以这么用 因为没有 未来的拯救日 现在 就是拯救的日子 现在 就是得救的时候 所以你说 现在接受基督 别延迟 别等到以后 现在正是时候 现在正在收刊的朋友 现在正是相信基督的日子 现在正是接受基督救恩的日子 哈雷路亚 Amen 所以 这一切 就算这些经文会这么用 其实不止这样用 是在告诉我们 你想从神得到的恩宠 你想从神得到的好机会 你想从神得到的好时节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就是当下 耶稣的一切 耶稣的日子 救恩的日子 就是现在 要活在当下 怎么做到 要注意到当下 要想到 Amen 当你跟人交流 跟他人对话 要注意 活在当下 有多少人和别人交谈时 你和他们说话 可能是配偶 跟太太说话 然后 你的思虑飘走了 你在想 等等要做什么 或是吃什么 之类的 我的情况是 会想到信息 还有哪个点 要强调 或哪个重点 在我跟利林对话时 有时候 他会看着我说 你在听吗 你听到我说的吗 然后 我聪明的头脑 如闪电般反应的头脑 会拯救我 我会说 我会重复 他说的最后一句 Amen 但他知道 他了解我 我功力不够 Amen 我需要提醒自己 活在当下 我要在当下 身为牧师 有的时候 以前有这个倾向 当时比较没经验 也不认识 也不认识神的恩典 以前无法享受 我把讲道 看成是一项功课 但我现在想享受讲道 哈雷路亚 享受到一个地步 我会一直讲 神是长久忍耐的 Amen 我会让你走 赞美主 Amen 魔鬼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攻击你 在你休息时 亚玛利一词 回到这里 那时亚玛利人 来在利菲定 和以色列人征战 利菲定的意思是 安息之处 好 再看亚玛利 亚玛利的西伯来文是 A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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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字面异议 痛苦的劳碌 疲惫的苦工 明白吗 故事继续讲到 仇敌来与 以色列征战 以色列在打仗 摩西举起手来 他站着 高举双手 但不久之后 摩西累了 手慢慢降下 圣经说 手降下时 敌人就胜利 亚玛利人 就战胜以色列 所以亚伦与霍尔来 扶着他的手 他们做了什么 让摩西坐下 只有当他 哈雷路亚 只有当他坐下了 以色列便得胜 这象征什么 我们与基督 同坐在天上 唯有当你安息 Amen 生命中才有得胜 唯有当你安息 Amen 若你一直忙着打仗 请学会安息 好 没人在打仗时坐下 没有人会坐着 但是神教导我们 征战的艺术 神得胜的方法 就是坐下 Amen 你为我预备研习 你知道吗 在桌边不会站着 你会坐着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 研习 Amen 谁喜欢在敌人面前吃饭 你今天的敌人 可能是身体上的某些症状 可能是你的孩子有点问题 或是睡眠问题 可能是你的老板 或没完成的任务 让你很困扰 你不确定能否完成 不管压力来源为何 都算仇敌 你面对的仇敌 不是属血气的 Amen 若那是你的仇敌 你会想坐下 休息吗 不 以自然来看不会 但神告诉你 坐下来吃 还有一点 面包的希伯来文是 Lacan 征战则是 Lacan 字面上看是同一字 拼法是一样的 Lacan Lacan 只是 只是 发音不同 换句话说 你与仇敌征战 在这里也出现 当以色列与仇敌征战 原文是 Lacan 就在 《初埃及记》十七章 Lacan 这个字翻出来就是 面包 Lacan 薄力衡 Amen 有良之家 Lacan Lacan 也就是说 你因喂养而征战 你越受神话语喂养 越是听神的话 你吃越多 你越坐下 越听神的话 就是在与仇敌征战 摩西坐下 仇敌就失败 你的仇敌也是 Amen 当你休息 他们就失败 别着急 别担心 别忧虑 赞美主 耶稣说到了 末世 当这些发生 我们再回到经文 耶稣说什么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同样的说法 耶稣对 马大说 你为许多事 烦扰 他说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 还没有到 耶稣在说什么 下一节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 灾难是复数的 各样的瘟疫 耶稣说 多处必有地震 但他说 总不要 什么 总不要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 还没有到 所以当你听了 末世的教导 他们会告诉你 已有瘦的印记 但瘦的印记 会在这里 只要我们 还没有 见到耶稣 对了 瘦的印记 是敌基督 发出的 而敌基督 没错 他可能在附近 是看不见的 只有等他出现 是世界领袖 然后才会施行 瘦的印记 瘦的印记 不是现在 不是任何东西 嗯 Amen 其实路中 瘦的印记 在七年大灾难中 各位 没有瘦的印记 你不能买或卖 现在大都在说 现在可能 就有瘦的印记 瘦的印记 并非模糊不清的 是很清楚的 明白吗 所以他说 总不要惊慌 如果你听末世的教导 你的心会烦躁 你没听神要你听的 Amen 你听的是人的解读 明白吗 如果只是带来 消沉的阴暗效果 整个解读只有这个 你的心开始烦躁 忘了吧 Amen 去散散步 Amen 和心爱的人散个步 享受人生 Amen Amen 吃冰淇淋 Amen 坐下休息放松 因为现在你应该这么做 Amen 身体要休息 也不要忙着追求许多事 充满担心 到处问人 上网搜寻 想要收集大家意见 耶稣 他说了 你要听的就只有他 心里不要着急 Amen 赞美主 朋友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何不叛逆点 反叛呢 搅扰的心 担忧的心 反叛他 各位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暂停一下 耶稣在说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是不好的生命 是失败的生命 充满压力的生命 不 当然是高品质的生命 高品质的生命 不胜于饮食吗 呃 什么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呃 有生病的 身体有用吗 生命的身体 不胜于衣裳吗 不 当然不是 他讲的是 高品质的生命和身体 高品质的生命 不胜于饮食吗 高品质的身体 不胜于衣裳吗 怎么得到 不要为生命忧虑 忧虑的原文 就是Marie Nao 不要 不要分心 不要被拉往四面八方 在生命中 在日常生活中 呃 这象征了 吃和喝 不只是 神不只讲吃和喝 还有更深的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他讲的是你的健康 你的生命 高品质的生命 Amen 他说 这些更为重要 更重要的是 你要有 呃 完全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Amen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高品质的生命 比食物 更重要 你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 要健康 对吗 身体上 而不是衣裳 漂亮的衣服 穿在生命的身体上 有什么意义 他在告诉我们秘诀 你想知道 呃 健康身体 高品质身体 高品质身体 与生命的秘诀吗 不要忧虑 不要 Marenna O 别让自己 呃 呃 分心了 被拉走了 Amen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不要忧虑 耶稣似乎 一直在登山保训中 重复着 就在这部分 他不停地说 别担心 你会有供应 别担心 你会有好生命 别担心 你会有好身体 也就是说 你需要看见 看见担心 正伤害你的健康 看见担心 正影响你的事业 看见担心 正影响你的家庭 负面的影响 懂吗 你必须看见 你必须看见 当你放开忧虑时 就放开了失败 放开了羞愧 放开了跌倒 放开了忧郁 放开了疾病 放开了会伤害 或毁坏你的人 要记得魔鬼来 会先偷窃 然后就是杀害 和毁坏 他偷走什么 偷走带给你平安的话语 前面就像亚玛利人 亚玛利是什么 痛苦的劳动 耶稣继续说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使身量多加一种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忧虑 Marina O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耶稣说 看那野地里的花 注意重点 怎么长起来 你想要长得美丽吗 Amen 在基督里 在基督徒生命中 Amen 你想要得着 Amen 更好的健康 Amen 更好的身体 你想要生命中 各方面都成长 还是停滞 当然不要 你要成长 而耶稣说 看地里的花朵 怎么长起来 靠什么生长 靠什么生长 怎么长起来 怎么长的 他说 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这里的劳苦 因为这是在新约 但其实在 希伯来文圣经 是Amao 在这里的希腊文 原文是Copy A-O 好像黑咖啡 Amen 你想想 咖啡 黑咖啡 Copy A-O 明白吗 意思是 疲惫 劳累 耗力的劳动 朋友们 好消息 他告诉你 怎么长 Amen 不是 就是如何增加 长这个字 就是如何在生命中增加 希腊文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增加 如何在这个部分增加 花朵 如何长得如此美丽 花朵的身体 代表健康 枯萎了 Amen 代表生病了 会死 对吗 他们怎么长 怎么长得美丽又健康 Amen 怎么长不劳苦 在希伯来文圣经 希伯来文的新约圣经 就是 就是今天 以色列弥赛亚信徒 用的版本 但你看 不劳苦 几个字 就是 不 好力的劳动 希腊文就是 别陷入这种 好力 痛苦的劳动中 劳动没有错 而是痛苦的劳动 你很努力工作 大家说 我要努力工作 不 你错了 朋友 你要工作 但不需要劳力 Amen 内在安息的工作 你必会更加成功 Amen 时间到了 赞美主 感谢耶稣 Amen 若你从未领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和主 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吗 朋友 耶稣说 仔细听 神爱世人 神爱你 赐下他的独生子 Amen 神赐下他的独生子 给你 Amen 你是受益人 因为他爱你 为你成就许多 把爱子给你 是给你的 Amen 凡信靠他的 最伟大的单纯 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他没有说一大堆 要你做很多好事 然后 然后 然后才能得救 不 他说 只要相信耶稣 他为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他从死里复活 清除你的债 在神面前的罪债 你今天在神的公义中 站在神面前 Amen 在神面前是捷径的 已经没有任何罪责 你已无罪 因为所有的罪都被挪去 Amen 若这就是你 你要领受耶稣 和他的救恩 请跟我一起祷告 同时间你也领受了 神的小弄平安 哈雷路亚 跟我一起祷告 天父 感谢你 基督为我所有的罪死 我感谢你 他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 完全洗净 我感谢你天父 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宣告我无罪 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和救主 直到永远 奉耶稣的名 Amen 赞美主 赞美主 哈雷路亚 感谢你天父 哈雷路亚 我感觉到 神在释放某一些人 特别是那些 睡眠有问题的 人数还不少 他要带下医治和平安 在你睡觉时 奉耶稣的名 Amen 主啊 感谢你 今天晚上 我要这么说 今晚 当你的头碰到枕头 会睡得香甜 Amen 有香甜的睡眠 这是我所领受的 香甜睡眠 Amen 赞美主 感谢你耶稣 哈雷路亚 Amen 请大家起立 哈雷路亚 赞美主 在这一周 主必要祝福你 用亚伯拉罕的福 与生命纪二十八章的福 愿一切在本周彰显在 你生命中 主要保守你 和你 和你所爱的 远离所有疾病病痛 主要保护你 不遭伤害危险 远离恶者的势力 主大能保守 哈雷路亚 主赐你恩宠 向你微笑 使你得丰盛 你所接触的 在这周都会丰盛 主要向你 扬脸 微笑向你 你和你的家人 他的shalom 平安 健全 和健康 朋友们 在主里安息 享受美好生活 奉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